郭文貴議員 今天要跟院長還有主委提到的是第一個問題 我們大概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國會大概原則上也希望說我們的國家要走向一個自由貿易島 然後希望經濟自由化、全球化 這個大概也是目前的一個趨勢 但是我們其實過去台灣從一個科技島要轉型成為一個自由經濟島 這當中當然會面對很多的國際談判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的國際談判幾乎都要犧牲農業 來換取我們加入相關的組織 這個是過去我們看到的很多狀況都是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現在又談到的 這個要加入TPP這樣的一個全球化的一個組織 老實講我們實在對台灣的農業 從WTO到現在我們其實是很擔心 台灣的農業到底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的過程裡面 要做什麼樣的一個轉型 或者面對這樣的衝擊 我們政府要去做什麼樣的因應 所以今天我很大膽的我想跟院長還有陳主委 談一下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台灣的農業 過期的我們歷任的主委 當然從我們的休庚田活化、小地族大電農 到我們的專業的這種產業、農業 到今天的我們希望鼓勵年輕人下鄉 這一連串的這一些系列 老實講當然產生了很多的效果 也有很多我們看得到的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成效 但是我個人在最近 我們看到金管會 院長你也去接牌的創櫃版的這個部分 我今天倒是希望院長還有主委 我們要做一個跨部會的一個整合 我們從過去的就是我們過去的這一連串的措施 尤其是我們過去代替都是用農會 還是合作社或者是合作農場 去建立的一個中衛體系 輔導的一個中衛體系 來營造我們農村的這個產值 就是代替是用這種方式 中衛體系過去 包括南宜蘭的三星蔥 包括我們信義鄉的美的相關系列 包括刀籃農花馬鈴薯 他們的客棟的部分 到最近像我的故鄉一組的 薏米這樣的產業 包括它的系列的產品 我叫薏米棒這一系列的產品 基本上都是一種中衛體系的一個觀念 就輔導它用農企業法人或者是農業團體來進行相關的產業的輔導 農業價值大概是這樣 但是今天我覺得 因為有所謂的創櫃版的這個觀念 有所謂微型企業我們輔導它上市的一個觀念 院長和主委 我是覺得說今天的農業創新裡面應該要考量的 是要怎麼把中衛體系的觀念更提升到 用創櫃版去推動我們很多相關的農業的這些產業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過去在鄉下 我們在叫少年人回來做事 我們在鄉下來當地 如果聽說回來在做事 大家都說出裡找沒頭路 沒什麼路容 所以回來鄉下在做事 所以少年人 要叫鄉下 霧榮的 不多 但是今天時代不一樣 我們現在鼓勵的是 年輕人要下鄉 國內經濟 他們願意中心 現在的這些 比較現代化科技的農業 或者是比較有產值的這些農業 高經濟的農業 我們希望他們會過充 把我們的農業做一個創新 但是在創新的過程裡面 當然我們利用中衛體系 假設我們能夠更進一步 我們可以用創過版的方式 來幫忙我們的農業 福德我們的農業 我想 鄉下小孩 現在 他如果在做事的時候 我說我的 我的企業 還是說我的公司 現在怎麼做事 我現在怎麼可以去創過版 你可以看到我 你怎麼可以做道主 我們也已經做事了 也將來有機會做幾次了 假設這樣的一個觀念 我相信說 對 你推動 這個農村 我們不要說農村再生 或者你推動很多農村的相關的措施 政策 我相信會多大一個幫忙 這是我基本的想 微型企業 我們在輔導很多的中小型 或者是用創意 跟極致的觀念 來輔導很多微型的企業 我們如果今天把它 放在農業上面 用這種方式去做 去做農業上面的推廣 跟農業產業的一個推廣 我相信說 好夠的很好 我們也大概可以讓很多年輕人下鄉來 這是我一個想法 院長跟主委 我看你 看你的態度到底是怎麼樣 好我先講原則 等一下再請陳主委補充 其實剛剛委員講的這個願景 我非常的贊成 因為委員是從台灣加入WTO以來 這一連串的加入世界自由貿易組織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農業到底應該要找尋 怎麼樣的一條新的道路 那麼如果我們還是維持過去那種 小農經營的傳統農業的話 事實上我們的機會是比較少的 但是如果說能夠像委員剛剛想到的 這整個農業也可以像創櫃板那樣 來思考它的一種開創性的話 這樣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輕人 用新的方法回到農村 來做家子農業的開發 而我相信這個也是我們目前 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所推的農業價值 就是要嘗試這樣做 我不曉得陳主委是不是可以補充 我想非常敬佩翁委員 農業面臨自由化的這個過程裡面 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本身的農業要去做轉變 那透過微型企業創櫃中衛體系 以及跨領域的合作 這一些方式其實都是讓我們 傳統農業改變它原來的競爭力的一個方法 所以農委會在過去這兩年裡面 積極的來推動創櫃板 那我們現在的創櫃板的資本額只有五千萬 那如果一個農企業或者是一個微型的農民的共同投資的組織 其實這不是那麼困難 特別是科技農業這一塊 像南花園區 在台南南花園區 像在屏東的農科園區裡面的一些企業 其實他們都是很有機會 那怎麼樣把年輕農民吸引回去呢 我想這一點正是讓年輕的農業從業人員 可以發揮他的長處的一個可能的機會 所以我非常敬佩委員的這個想法 主委跟院長 我們經常在講 就是我們在講修耕田活化 我這一次做了一些考察 你南部地區 假設我們是用我們的修耕田去做可可 就是你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的收田裡面 你講到的那個可可 你講到很多可可 說我們台灣發展可以發展巧克力 用我們台灣的特色的土豆啊 那個特殊的風味 我這一次去看 我們沒有地方有很多地方 用修耕田假設我們去種可可 這些可可假設它面積不夠 它又覺得我應該用小地主大電龍去租更多的農田 然後它利用它的創意來生產巧克力的相關產品 或者巧克力的冰淇淋 再透過特殊的行銷方式 然後行銷 然後利用創櫃版的創意跟集資的方式來集資 我現在假設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集資跟輔導的過程 因為我們上創委版要輔導 我們現在的農委會裡面 農村再生裡面又剛好有微電影 我覺得那種效果會有加倍的好幾倍的效果 讓年輕人下鄉怎麼樣用微電影 怎麼樣去募資 我感覺說今天 哪有跨部會的整合 用我們這些資源 農委會的這些資源 然後用創櫃版的一種型態 再輔導微型企業的這種型態 讓年輕人發揮他的創意跟募資的一個方式 我相信整個農村 將來我相信會有很多什麼 我的企業 我的私業 我怎麼可以做整個呢 我現在已經不是說沒路由 我回家在做事 他整個觀念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剛剛這樣講是說 你現在農委會的很多政策 假設我們跟金管會的這些創櫃版做一個結合 基本上又利用微電影去做一種先導 我覺得將來會有很多年輕人會願意下鄉 所以我今天跟你做這樣的建議 希望說是怎麼樣 我覺得主委跟院長 你一定要想辦法 要去輔導兩三個這樣的創櫃版的農企業 讓它發展出來 讓它發展出來 然後告訴大家 用微電影告訴大家 或者是宣傳讓大家知道 這些人開始也可以做 你也可以做整個 然後你教他 什麼叫做修庚天活化 什麼叫做小地主大堆電龍 什麼叫做特色產業 什麼叫做創意 什麼叫做行銷 你要把這個整個產業鏈都完成起來 我是覺得 主委喔 跟院長 在這 你 要到 我相信說要到 兩年 最近兩年的時間 好啊 福德幾個創櫃版的農企業 我相信對台灣的農業絕對有幫忙 我們現在已經有創櫃版的農企業 但是他比較偏向於加工型的 沒有錯 那我們跟櫃買中心 我們農委會跟櫃買中心 有定期的檢討 特別是農業科技產業化這一塊 把年輕的帶進來科技產業化 他是年輕的非常有興趣 他們有很多 這個長處 還有很多技術 都可以加進來這樣的一個企業裡面 我們在平科園區 也就是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也有很多年輕的團體 他願意進來 我剛剛接下去講這個 說可可 可可原來在屏東 我們在推廣的過程裡面 是希望 他能夠漸漸的取代 屏東的椰子跟檳榔 特別是平地的檳榔 這一塊呢 是我們屏東的Tone 那所以我們現在推廣的結果 初步結果呢 效果非常好 效果非常好 我們也把原來沒有做過的 改良場所 組成團隊 跟年輕的這些朋友 一起來 做這個事情 最近日本一個很流行的 巧克力 雷神 日本根本沒有可可 對 但是他的雷神就變成我們要去排隊 這個就是剛剛你講的創意 加上跨域的這個整合 用這種方式呢 是可以 台灣有非常多的可能 所以主委 你如果家修用這種模式 下去那輸客 我相信說 台灣的農村 不會再是 過去老人在那裡做信 年輕人不管你回來 我想會做很多很大的轉型 包括你現在在推廣的 小廣田要怎麼活化 小地圖大建築 要怎麼做 我們的創意 我想啦 整個農村才有希望 農村才真正可以再生 這點我拜託你 還要再加強 院長我也希望你做一些跨部會的整合 再繼續加強 怎麼樣讓我們 創會版跟我們的農村再生能夠結合起來 我現在委員報告 委員剛剛提的真的是非常重要 而且我完全贊同的方向 一方面呢 我們會引用跨部會的力量 不是讓農委會自己 在有限的經費跟資源裡面去協助農民 而是會把像金管會 甚至文化部 那更不用講經濟部 大家一起來 讓我們的農村有一個再生的機會 另外一方面我也很贊成就是 我們農村不能夠 就是只是我們年紀逐漸老邁的農民朋友 在那邊守住農村 而是應該要有一波又一波的年輕人 願意回到農村 而且看到一種新型態的這種農業的創意的機會 那麼我們現在行政院在做的很多案子 其實都是朝這個方向在做 我也接觸 開始在接觸許許多多這個年紀層的 我們的青年農民朋友 我們希望大家真的有心可以共同來 先創造幾個典範 然後慢慢的推廣到其他的農業地區 好我們希望這一個部分再繼續加強 這大概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剛剛在談到的就是說 我們過去從老TO時代到今天 我們現在要開始談的TPP 其實都是被生農業 在我看都 所以南部 我認為說我們會假設我們再不重視 我們被生農業之後 比方說幫忙我們的農民 幫忙我們的農業 幫忙我們的農村 南部 會不會 一日一日就繼續流行 所以 現在 我們現在 我最近看 你在談到 我們加入TPP之後 台灣一些農業的問題 要怎麼去做一個改館 我老實講 我自己 用了一點時間 發了一點精神 去做一些研究 跟去看那些東西 TPP參加之後 從日本來頭 我對他們現在 前兩天 美國跟日本也還沒有談成 但是在那個當中 日本人 面對TPP加這條後 人類說 他們的產值會減 好像1.7兆的樣子 人後 減340萬的 集合人口 農產品的價值 會有百元之三十 相關的富民 包括兩十字紀利 所以百元之四十 降到達成百分之十四 這些負面的衝擊 我們看到日本他們評估出來了 現在TPP之後 我也看到說 你的副主委 陳文德 陳副主委 因為台灣 台灣的農業 有21項的農產品 會受到衝擊 但是經濟部 對於經濟加入TPP之後 我們的農業 產值會減少七百三十幾億 這是經濟部的研究的報告 在這個經營之下 究竟 院長跟主委 TPP之後 你們到底有什麼 古特措施 過去 我們看到過去 我們加入TPP之後 台灣什麼 農業發展基金 農產品進口損害基金 變2500億 這是有一個因應的措施 但是我們看到這2500億之後 對於很多工務 有貪圖過去在變的醫生 現在換了 是基金在變 有增加2500億 實際上我看 我沒有增加2500億 將一拍比較多 因為你們都把工務預算 挪到 挪到基金預算裡面 所以 連對TPP 我們TPP要參加後 台灣農業的衝擊 院長跟主委 你們到底有什麼樣的因應 都對策 要怎麼做 要首先有一個因應 對 我跟我們報告 台灣的農業的狀況 跟日本非常像 但是日本跟韓國 他已經有十年的時間 在做調整 我們光是 要去調整現在的這個結構 都遇到很大的困難 第一個我要講的就是 農民年金 沒有一個國家 到目前為止 還用這種方式 再做所謂的老農津貼 因為你將來的對地補貼 或者是價差 你這幾個月 你是不是在我面前說 這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先來講 我跟委員報告 我不是說我反對 但是這樣子的這個調整 你沒有從人跟土地跟產業去處理 你光是講日本跟韓國 日本跟韓國 日本已經沒有保駕收購的到股了 但是我們也沒有辦法去動這一塊 所以我們是有落後 那我在講說交流TPP 我們剛剛有一位委員也談到了 紐西蘭簽了以後 我們的貿易額是增加的 農產品的銷售也是增加的 自由化不是只有躺著挨打 自由化是叫你站起來 也可以去做攻擊 我們的自由經濟示範區也是這種味道 那一天你在經濟質詢的時候不是講嗎 我們的稻米如果進來在那個地方 直接加工出去 我們就不會直接衝擊到國內的這個產業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把國內農產品跟國外農產品 做非常清楚的區隔 這個以前都是只有用講的 那現在就是說雞肉豬肉開始做區隔 稻米委員罪內行 國產的跟進口的不准混了以後 我們自己生產的價值就出來了 那這一些措施呢 我們會一步一步來推動 把那個基本盤 先變成可以去比賽的 否則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人家都已經跳到這個二樓了 我們現在還在地下室還在那邊 所以這一點我想請委員能夠來協助 院長齁跟主委 TPP或者是我們國際 我們叫做國際貿易組織 基本上這是大家都可以了解的 我過去在那邊談論農業的問題 我常在說的 不要用一種 階級化、鬥爭化這種方式的處理 不管大家說老農跟新農 什麼年輕農民、老農民怎麼樣 還是說反對跟贊成 我感覺說這都不對 過去我跟你說 不是做不到 但是要讓大家做得笑 這是一個技術 你剛才說到老農年金 說到日本、韓國、十當的調整 我基本上 我說一遍 日本像這樣開明的國家 這麼文明的國家 他們要十當的調整 台灣的農民是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要調整的時間 對人的時間會對嗎 他們十當調整過來了 我覺得也都不盡然 所以我常在說 我們不是反對改革 而是改革的過程裡面 要怎麼讓大家 感覺可以接受 就像我們在講的 要怎麼漸進式的 然後不會讓大家覺得痛的方式 我 修京聯合法我也跟你講過 我們議長 你剛才說修京聯合法 我們議長做殘都做不到殘忍的 大家修京聯合法 修京聯合法 這是關鍵的問題 你若讓他有夠時間 讓他有收集 說一個在頭的話 我相信他自己知道要怎麼調整 產業的調整就是這樣子 我們在做一個 所以今天我在講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你現在為了加入TPP 為了老農年金 我從中間聽到的 我很坦白說 主委 你講的話 人家都跟你講一段 你說 老農年金 將來我們希望 要怎麼做 來照顧更多的農民 我們大家講的是說 我們現在老農 如果沒有加入十五年 讓你領老農年金 一句話 大家簡單說而已 你國民黨現在不需要 你們這裡領老農年金 TPP加這些後 我們用 我們用 土地跟面積 來作為直接給付 然後 插架作為 建設補貼 這種的制度 在日本跟韓國來說 他真的不跟你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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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現在接種 沒有要我們收拾 你們這裡拾也太累了 他沒有跟你說補貼的問題 這就是今天 我在說 面對到 國際法 自由法 的經濟體制 作為一個代表的個案 你要 知道人家在想什麼 你要推一個政策 的時候 不要用太多的 對立的方式 鬥爭的方式 或者是 利用階級把它分化的方式 我感覺這個是不可取得 過去我在說 收拾田的方式 你說什麼 叫一些年輕人 在說 公眾小孩對收拾田的方式 我說 會大 我家裡館 全台灣姓 我收拾田的方式 做得最貼貼的 就是我自己要求的 是只有手段 要怎麼大家都會接受 這樣意義 注意 這個問題我自己感覺說 你剛剛在講到 我們現在面對 自由經濟事案區來頭 你剛才在說的 大家不知道的是說 你要怎麼創作 你是 台灣農民的傢伙在哪裡 要怎麼應用到台灣農民的收益 不可以應用到台灣農業 你剛剛講到的 比如說 我們14萬4千斤的米 就一直在收拾 你現在台灣在套台灣米 我們在謀放 或者是說 我們台灣的稻米的價格 本來就不好了 結果你又把它搞得更不好 台灣農民的收益 假設你能夠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你把它做一個農業的價值 價值之後 才會出去 那台灣的農業 台灣這個車子是不是不受到最負責 台灣的農業 不能站住 這是我們關心的東西 注意 一個是要注意 我們實施的方式跟手段 不要被惡意中傷 要讓大家了解它的前貌 一個就是我們要怎麼樣照顧真正台灣農民的利益 讓台灣的農業可以永續發展 對 我很同意 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去調整 剛剛講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這一塊 也一樣 很多外面的意見都是講中間一塊 其實 未來 我們21項農產品裡面 現在還有這個關稅配額 這些東西將來談判的過程中一定改變 所以我們可以保護的 會慢慢的變少 那要怎麼辦呢 就是把這個可能威脅的把它化成我們的力量 在加入幫助自由化之後 變成我們可以去外銷的 台灣的農業如果沒有加入自由經濟組織 我舉幾個例子 毛豆 到日本還有7%的稅 香蕉到菲律賓還有20幾%的稅 這些東西在其他的TPP的國家裡面都已經不用了 所以 加入TPP不只是對於未來我們外銷的工業產品有幫助 對農產品我們有競爭力了 蘭花 我最近到歐洲去 蘭花銷德國 9.3%的稅 中國大陸銷德國6% 他就差這個3%就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競爭力 所以這些部分其實農業不要一直講說我加入以後我都是害處 你加入以後你把有競爭力的把它組織起來 你會變成很大的一個獲利的空間 然後把年輕投入新的這樣的產業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去努力的地方 產業怎麼調整 要怎麼轉型 然後我們要怎麼去輔導 這個是我們將來要努力的方向 我想我第三點我要請經濟部和經驗會 主委 過去我常在說我們西部鎖廊裡面 科學園區或者是我們很多的相關的自由經濟貿易區 到目前為止 我剛才只看說家裡啦 是一個被邊緣化的現實 所以我過去一載說不能把嘉義一直放棄 都沒有要給它大型的貨 沒有要給它大型的工具 沒有要給它大型的工具 沒有要給它有國家支援延續都沒有 在今天自由經濟事實上區來頭對 我們根據設置條理裡面十三條 十四條的相關的規定 中央當然可以指定地方 地方政府也可以自己開發 然後來申請 這個當然是兩種方向 但是我今天要跟主委和院長報告 就是說家裡關現在的馬塘後工業區 總共有四百幾公頃 四百二十六公頃 靠到今天第一季開發開始在舊上的大概八十公頃 這裡都有三百五十公頃 在家裡管區裡面 他是一個剛好在管政府的所在地 就是在一個交流的下面 報邊通過 而且環評通過 又有這麼完整的面積 他的交通各方面都這麼優秀 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我是感覺說應該想辦法 把馬塘後工業區 假設縣政府要把第一期開發的納入 我們就把它整個馬塘後工業區 當成我們的經濟示範區 至經區 假設他不願意的話 我們還有三百五十公頃 中央應該去把它開發指定為至經區 院長齁 我覺得應該這樣做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下個禮拜可能我們委員會 我不需要參加 我已經正好請同仁上我排了 我們就是要到嘉義去 我們實際來看 我們來針對這事 來跟委員這邊來討論 我希望說 對 一定要在嘉義 這要做自經區 因為我覺得 整個國家的所有的 經驗分析 包括科技園區 唯獨落掉了嘉義 我覺得這對嘉義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希望 無論如何 你們一定要拿一個時間去將馬塘後工業區 縣政府他要開發的部分 要納入也好 不納入也好 我們還有三百五十公頃 把它淚入我們的自經區 好我們下禮拜就會去